第404集 養鬼 袁文在族就書接上一回 上回講到 眼看著一場大戰也足跡法 就在這個時候 忽然間 外邊傳來一聲清脆的叫聲 唐叔叔 唐方領著頭一看 唐益已經成隻小燕子在門外飛奔過來 唐方懷了邊 叫聲說 叔叔 你終於肯來看我了 張若龍心裏被暗字送了一口氣 你這個唐益是真的時候 至少 你一仗看來是打不成了 他人爭到甩尾 怎會錯過這個好機會 連王蕭主說 這樣就好了 恭喜唐方兄替你們親人相逢 敵人 快點準備開席 開席 王仙喬看了張若龍一眼 又看了金眼共司一眼 將拿出來的金官放入懷裏邊 唐益和唐方相逢 即時就在唐方身邊炸嬌 唐方亦都非常高興 兩個人一大一勢說得非常開心 唐益 吱吱喳喳喳不停地向唐方 虛寒問亂 看到旁邊的花鐘 眼角含燒 似乎也感受到一絲親情 過來 那個金眼共司向唐益握手 唐益似乎發現了他 笑著說 阿讚 我和你介紹 這個就是我經常和你提起的 我的叔叔 大神仙唐方 我知道 唐益拍著手說 叔叔 這個就是我的阿讚 他也是個神仙來的 阿讚 唐方咋咋 唐益就說 就是師傅 阿讚叫我這樣叫他的 咦 這個小孩子 跟這個天仙一樣的姐姐是誰 叔叔 他是你身草的老婆 還不臉色一紅 有點不知所草 唐益天真地說 叔叔 你真是夠眼光了 我也說 是要這個姐姐的天仙 才配上你的大英雄大神仙 如果是其他人 我也不肯 說完 過去熱情地拉著法仲的手 說 姐姐 你真是很福氣 我如果早生幾年 肯定不會把我叔叔讓給你 有句話 引到在場的人都笑起上來 所謂童言無忌 氣氛即時就緩和了很多 張若龍見逢插針 開口說 小孩子 你怎麼懂得那麼多東西 來來來 我們先喝酒 有什麼事 一邊喝一邊談 這個時候 酒菜已經上好 張若龍熱情地招呼大家 一邊 那個金眼共思 嗚了聲 好不給面子轉身走開 張若龍虎笑了聲 不過這兩邊人馬一上來就針鋒相對 的確也不太好跟一張桌子吃飯 如果不是 也不知還會搞什麼事出來 也都由得他 酒菜上台 唐益自己鑑滿一碗 然後再將表面那一層倒在地下 唐方見到這個細節 心裏面 有點不高興 難道 這個唐益幾個月不見 居然也都知 染了大小姐脾氣 忘記了粒粒街辛苦的道理嗎 但是因為剛剛才跟唐益見飯 也都不忍心說他 只是試探地說 唐益 兩色是龍魂白白辛辛苦苦種出來的 你吃得多少才撞多少 浪費就不好了 說完這句說話 唐方自己都覺得有點古怪 自己什麼時候變成了 暗暗沉沉的毛記 但是或者 當每一個當年的浪蕩少年 成家立業之後 都會變成自己現在 對著自己的子女 苦口婆心的那些 連自己都不點信的教條 當然 唐方是從心底 將唐益當成自己的細路看待 唐益增大雙眼說 叔叔 我知道 但是 這個是阿賞叫我這樣做的 所以我就唯有照做 黃仙喬的臉色 傻聲變了 放下滿快 冷冷地說 那個爛鬼公司教你這樣做的 阿賞是我師傅 你不要這樣壞人家 他對我好好的 唐益抗疑 你不要這樣做 誰呀 我們一家人有話要說 你先出去 黃仙喬 豪不客氣地對張若龍說 張若龍 他在半空之中準備敬走的手 一時之間 舉起又不是 放下又不是 但是 在官場上 摸爬滾打了那麼多年 一早就已經煉成了變色龍的本事 笑著說 這個 唐芳知道黃仙喬做事雖然亂七八糟 但是也絕對不是那些 完全不靠譜的人 他使開張若龍 一定是有事 但是 軍統勢大 也不可以那麼給面張若龍 他笑著說 若龍兄 你看 幾位 告別重逢 肯定很多說話要說 我在這裡 反而會阻礙你們 也好 你們慢慢吃 慢慢吃 等一會 我再來看唐芳兄弟 說完 望了黃仙喬一眼 補充說 還有這位先生 張若龍一走 黃仙喬煞聲站起來 有一手 把唐芳綁在頸上 一條頸鏈拔了下來 看了一眼 說 果然不出我所料 交出來 唐芳亡言不知所措 說 你說什麼 這個哥哥為什麼那麼兇 叔叔 他是誰 黃仙喬走過來 冷冷地說 你死到臨頭了 還不知道 快點交出來 唐芳綁面色都變了 黃仙喬冷冷地說 想不到那個爛鬼公司 居然這麼看得起你 這麼小的年紀 居然教你養鬼術 養鬼術 唐芳面色一變 冷冷地說 唐芳 又沒有這樣的事 又沒有 黄仙桥冷笑着说 只有养了鬼的共司 才会吃饭吃一半 为的就是将另外一半米饭 供养自己所养的鬼仔 还有这件事 黄仙桥举起手上唐翊的颈链说 不要告诉我 这个是你在街市买回来的 唐翊 到底是什么回事 快点说 看到唐方生气了 唐翊的臉即时变得哭嘴 眼里边的眼泪开始打转 站在原地 好像一个犯错的孩子 他说 我赚高大过我 这件事 谁都不能说 不说 不说你的命就快没了 如果你拜的是一个白衣公司也罢了 养的小鬼也能够直伏直得 偏偏你拜了个黑衣公司 养了个恶鬼 凭你的能力 根本无可能介入得住这样的恶鬼 你如果不说出来 就等着被恶鬼反誓 死无葬身之地 唐方知道这件事不说得少 他就黑了一面说 唐翊 养鬼是害人害己的事 你年纪更小 我可以不怪你 但是现在 你要将这件事的来龙虚蜜 和我通通说出来 如果不是 唐翊一下哭出声 说 我也是因为 觉得叔叔你整天扔下我 总是觉得自己很没用 跟着你 只会成为你的负担 叔叔是做大事的人 唐翊都想帮叔叔 唐翊不想一生做个没用的人 花钟 说起来都是女孩 唐翊一哭 他就有点不忍心 开口说 唐翊 你有什么就说什么 相信你叔叔不会怪你的 我也不知道 只是知道 阿赞对我很好 给了这条颈链我 后来 还给了一个棺材仔我 叫我每天带在身边 其他就什么都会跟我说 叔叔 阿赞虽然他的样子不是很好看 但是 他确实是个好人 对我很好 教了我很多法术 听到他这么说 王仙桥在旁边插口 那王仙桥说什么 欲知口诗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多谢大家收听 湘西港诗鬼市之造畜 作者 刑谋七言相 演播 李潜生 第405集 鬼同鱼镜 原文在族 书接上一回 上回说到 王仙桥冷笑着说 他是好人 黑衣贡的人 都是好人 也是你年纪轻轻 才会信他们 要知道 当年我们那个年代 只要是黑衣贡的人出来 那就是老鼠过街 人人喊打 但是 祭鬼练云的事 本来就是盗门大忌 而这个黑衣贡 就更加离谱 一般都习惯了自养鬼童 小孩多可爱 多天真无邪 本来腰折了 已经是很悲痛的事 死了还不可以往生投胎 还要被这些黑衣贡的人 奸衫租塔折磨 真是可怜 黄仙桥叹了一口气 面上布满愁容 悲天吻人 就像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一样 这个小师傅平时看上去就品行不端 啥啥啥啥 想不到都是一个心脏好好的人 看来以后 我要好好地对待他才行 心底善良的花宗 心里在这想 不由得看多了黄仙桥几眼 哎呀 花宗忽然觉得 自己的屁股好像被摸了一下 心里暗自叫了声 这里周围有能力 把动声色能够摸到自己的 就唯有黄仙桥 但是这个时候的黄仙桥 已经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当中 肯定就不会做出这么下流的事 这条颈链是什么东西 有什么来头 唐方就问 他想黄仙桥就实会知道 这件事在贡门很有来力 黄仙桥摸摸摸手上的颈链 说 这个是鬼仔桶 说完黄仙桥小心翼翼的 将颈链上一层好像石子的东西 他拖离 果然出现了一个好像鞋同盆室而坐 这样的吊嘴 黄仙桥吞了口水继续说 这件事的功效就相当于一个传星筒 是公司和鬼童之间心灵相通的物件 一般到一定级别的公司都会佩戴这件事 他的好处就是请鬼的时候 不需要焚香供奉 预备指使 当然 如果是到了金眼的境界 这件事就没什么作用了 金眼境界的公司 可以直接和鬼童对话 将那样东西交出来 黄仙桥转转头对唐奕说 唐奕稍为有点猶疑 唐方瞩了他一眼 唐奕不敢啰嗦 好了 快把小物件拿出来 15公分长 是个洗射的棺材 用木雕刻 显得非常精致 亦都很漂亮 完全不会令人觉得恐怖 这件都算是好东西 摸着这个棺木 黄仙桥叹了一口气话 上等的阴阳木 在中原都非常罕见 这件事应该是你那个烂鬼师傅 师门传下来的宝贝 想不到传给你 看得出那个烂鬼公司 都挺看重 你这个杀杀杀的徒弟 不过都难怪 一个废柴 一个杀杀杀 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世间都难找第二对 黄仙桥浪败人都已经是他的习惯 打开看看 花宗好奇伸个头来说 如果你想这个小女儿死你就打开 黄仙桥叹了一眼无知的花宗 说 这个鬼仔很邪门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收哪一拨 谬谬然打开 如果是邪到极点的东西 这个小女儿立刻就会被反誓 死无葬身之地 唐益也说 我阿赞也说 无论如何不可以打开他 说这件事更重要过我的性命 不能够让任何人知道我有这件事 废话 养鬼是大忌 你带着这个棺材走出街 我保证不用半天 那些庐山 龙虎山 难鬼道士 就会过来找你麻烦 不过我说的是我那个年代 现在世风日下 鬼子会变成什么 你修炼到什么地步 王仙桥问 问的当然是唐益 唐益天真地睁大双眼说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唐益老实交代 在我们面前不准说大话 唐方客起发面教训他 算了 这个小女儿这么小 可能那个烂鬼共识 真是没用心教他 说了他才来了不久 养鬼知道高深莫测 估计一时半刻也都上不了那么多货 一个烂鬼师傅 假一个傻傻傻傻的徒弟 哪有那么多规矩 这个小女儿不知道那么多东西 可能是真的 啊对了 唐益突然想起这件事 说 这几天我发梦 整天蒙到小孩来找我玩 我还问过阿赞 阿赞还表扬我 说我有进步 那还好一点 还没问世 问题都不大 黄宣桥稍微松了口气 你这个小女儿算命大了 如果我们再来几天 你就真是万劫不复了 这一世就真是要做一个 人见人争的黑衣共了 到时候你阿叔 和你祖宗我的面子 都被你吊清了 你才大我几岁 居然敢占我便宜 唐益 道门当中奇人异事很多 黄仙桥是道门高人 你要尊重一下他 唐方在旁边说 哎呀老祖 黄仙桥即使整个人都精神了 好像中风一样 都几乎泪流满脸 这个是唐方第一次这样表扬自己 是呀 唐益想不到这个黄仙桥 居然是连他阿叔都这么看重的道门高人 即是仔细地打量一下他 但是由于黄仙桥一上来 就对自己指手画脚 唐益的性格有点光烈 对黄仙桥真的有一点好感都没有 他嘟起嘴章顺章仪地说 他有这么厉害吗 哎呀 黄仙桥即是精神了 一下跳上桌子 拍着胸口说 你黄大祖宗当年 是多么威风白面 天翼老祖你懂不懂 那个邪门之中的高人 在我手上都是伏伏贴贴 还有 够了 唐方说出那句话 即时就后悔到要死 他对有些阳光就灿烂的黄仙桥说 我们唐益还有没有得救啊 可不可以将个鬼童拿出来呢 或者等个鬼童去转世呢 黄仙桥想了想说 这个就不容易了 不是没有可能 是没有什么必要 要知道鬼童这件事 也都不是一无是处 能够作恶 也都能够造福 鬼童就是一面镜 如果养鬼的人心善 鬼童就是善的 如果养鬼的人心邪 鬼童就是邪的 你比如黑衣贡 养鬼多数都用来害人 而所有的鬼 日后都会罪孽深重 极难超生 但是在白衣贡 养鬼就确实是值得行善之举 不单止对自己 而且对鬼童也是好事 当然 你这个小女孩 幸好是碰到你皇大祖宗 照我扫加点拌 你所养的鬼 可能还会为你带来复杂 但是如果你还是跟着那个烂鬼师傅 那就等着高人收拾你们 你都会养鬼术吗 行不行啊 唐方皱眉头 虽然这个黄仙桥涉涉甚广 但是 出身足游 和公司有一点都不搭 唐益是他心头宝贝 养鬼之术之士看大 跟着这个八之所谓的黄仙桥 如果这傢伙在那里吹水 害了唐益一生 那他唐方真是后悔莫夹 其实养鬼 关键是恒心和毅力 再就是耐心 实情都很简单 前边的路 你那个烂鬼师傅都帮你铺好了 我只要稍加点拌 等你拌乱反正就可以了 我千年道行 还截不到区区一只小鬼 小女 如果不是看 小侄女 那份上 你是生是死 还个屁事 唐益得低头 心里游疑不决 隔了很久才鼓起勇气 叔叔 阿赞对我好好的 我不想 他肯定不会害我的 乱说 唐方真是有点生气 老祖 不要生气 小侄女不懂世界 但是 哪个随便给一粒躺他 他自然就认为对方是好人 不过是好人还是坏人 还要靠他自己判断 勉强没有幸福 今天我就等你看一下 你心里那个对你好好的烂鬼师傅的真面目 小孩 到时你要睁大双眼看真一点 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 唐方问他 你有什么办法 那黄宣桥到底有什么办法 欲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多谢大家收听 湘西港司鬼市之造促 作者 刑贸七言商 演播李朝生 第406集 独处一室 原文在族就书接上一回 上回说到 黄仙桥核子一算 自由淡定 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他 等着他的回答 黄仙桥瞇了双眼 口中念念有词 隔了很久 才慢慢吐了一口气 神神秘秘地说 正话老夫核子一算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今天 怎样 怎样 三个人逼不及待地问 今天是十五月圆之日 黄仙桥斩钉截铁地说 这废话 三个人都不由得闹起上来 这餐饭都算吃得曲气 原本是亲人相逢 感人肺虎的场面 完全没有上演到 因为唐益阳鬼这个插曲 大家兴致南山 大家兴致南山 不断吃了些就放下碗筷 这个时候 张若龙整只摄青鬼走进来 笑着说 各位 这餐饭是在下没有陪好 大家如果还有雅兴 在下就陪各位去长沙省城逛下 如果累了 我叫人帮各位沐浴更衣 早点休息 有什么我们明天再重祥计计 陪食陪玩 张若龙做东道主都算做得挺有心 当然 也都因为今天唐方的地位都非比往日 现在唐方是足牛之主 而足牛一墨在湘西 渡门中是一家独大 不少人物在湘西地头 都是蹲一下脚都会震三阵的人物 军统要将势力打入湘西渡门之中 唐方无疑是最好的工具 所以张若龙自然就因勤事后 怕死得罪了他 对于千年都没入过凡尘的黄仙桥来说 无疑每一样东西都是新鲜 再加上他的心性 自然是坐不定的 但是今天他就破天荒 今天我们长途不涉都很累了 再说了 我还是早点休息吧 咦? 为什么你们这里不见到有丫鬟? 张若龙脆到脱尾 自然一早就看出 这个童子爱貌 并非王仙桥的真实年龄 他笑着说 有的有的怎么会没有呢? 我们军统怕都会缺 就是不缺女人 这位先生请跟我来 王仙桥伸了个懒腰 走到唐翼面前 摸着唐翼头说 你和老祖我生性点 说完眨眼 一旦一摇三摆就走进去 张若龙派人带王仙桥去休息 然后又伸致将唐方和花忠 带到后院一柱晶舍 两个人和监房 再加上张若龙没有安排 博人事后 意思自然百言而语 花忠微微有点面红 但却没有拒绝 默默地走进去 唐方跟着在后面很无奈 这只锅看来自己就背硬了 张若龙和唐方说了些无关痛恙的场面说话之后 拱下手说 那就不打搅两位的雅兴了 在下告辞 明天还请兄弟早点起床 我们还有正事要谈 上头就是极为看好兄弟 兄弟省官发财都此日可待 到时候千万不要忘记照顾兄弟 说完张若龙哈哈大笑离开了 屋里面剩下唐方和花忠两个 即时气氛就变得尴尬 花忠站在原地 扭扭扭扭扭扭扭 摔低头不知如何是好 隔了很久才小声的 花忠时候唐夜沐浴更衣 唐方皱下眉头说 算了 男人常常洗澡干净做什么 算了 那花忠时候唐夜洗脚 脚总不能不洗吧 花忠大胆抬起头 对着唐方少少 唐夜双脚如果再不洗 热天就算不点炆香 也不用怕有炆泥 是吧 唐方压下眉头 他真的不记得自己上次洗脚是什么时候 尴尬的小笑话 诶 还是算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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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行 但是 花忠小笑 自作主张四围望下 张若隆真是够心洗 所有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新的睡衣 新的肉巾 还有在角落头 有个热水壶热气腾腾 花忠倒了水过来 唐方居然有点面红 花忠就很不客气的 将唐方 那对不知穿了多久的军虚脱下 然后将唐方双脚放在刚好的暖水之中 双手轻轻的帮他搓 唐方当年梦寐以求的生活终于出现了 但是似乎一点都不感到是享受 反而有些手足无措 可能就真是贱格了 再好的福气 都是享受不来的 花忠一边帮他洗脚 突然抬头说 花忠有句说话 不知应不应该说呢 你说 唐方很不容易找到话题 来缓解尴尬的气氛 他连望问 什么事啊 唐...唐... 花忠小心翼翼地说 唐爷是官府的人啊? 呃...都算了 怎样? 没有...我听你们说话 好像那个张爷是官府的人 而且好像... 唐爷和那个张爷的关系好像很好 那又怎样呢? 唐方万不惊心地说 说起上来 而我和他都还有多小亲 那... 化妆的面色变得越来越沉重 他试探地说 唐爷真是官府的大官啊? 我哪有这么好命啊? 唐方说 我和他们其实也不算是朋友 张若龙的人都不错 但是就是心机太深 少女藏都 从面上看 属于那种 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的人 不可以心交的 那些唐大商师很有把握地说 哦... 化妆似乎微微松了一口气 但是还是不放心地说 那... 那是不是唐爷今天受了他的恩惠 日后就要帮他做事呢? 唐方小笑话 帮实啊 如果他们只叫我做些不用伤天害你的事 帮得便帮咯 到底军统对我还是不错 再说军统世大 但是... 不得万不得已 我都不想得罪他们 但是如果 他们当我唐方是那些二打六人物 一点小恩小惠 就可以把我唐某人随意摆布的话 那他们就想错了 我唐方虽然怕麻烦 但是如果真的麻烦到我 我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哦... 化妆面上的紧张感才缓和了一点 唐方才发现化妆有点古怪 他小声地问 你是不是有点... 没事... 没事... 化妆强颜欢笑 我随便问一下 水冷了 我再加点热水 算了... 唐方抬起双脚 在空中缓了两缓 便滚了上床 这个时候 他才后知后觉地想到 化妆出身苗疆 苗疆和政府之间有冲突 他也略有所闻 当然 所谓略有所闻 是唐方按照当年当兵的思维来说 和政府作对 后果可想而知 化妆可能有亲人写在政府的人手上也说不买 对于官府中人 化妆自然当然没有半点好感 所以他才会这么小心翼翼地试探唐方的身份 如果唐方真是狗官 想起来一定很大刺激 如何取捨 恐怕又是要一番增赚 不过 虽然现在证实了唐方不是政府的人 但是和政府的人走得这么近 他心里应该也不舒服 唐方跌下就扮睡着 化妆心里叹了声 亦都躺在唐方身边 整个身缩了一够 似乎怕死碰到唐方 唐方心水好清 但是这又能够怎样 他所欠的情债已经够多了 旧的都未还清新的有礼 有时真是想去一下龙虎山之类的地方 捉住一个道士 叫他帮自己散下桃花 但是转头一想 问题应该不是出在自己的命数上面 而是自己这一张英俊无比的面相 想到这里 顿时觉得非常烦恼 白思不得其解 唯有闭上眼找周公 那这晚又有什么事发生呢 欲知口诗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多谢大家收听 来到半夜时分月色清朗 刘文在族就书接上一回 上回说到 来到半夜时分月色清朗 照着整个公馆 睡梦中的唐方上眼一睁 有一个翻身在床上淡起身 门外脚步声响起 唐方开门 黄仙桥已经拖着端着嘴的唐翼 对着自己不停在那里傻笑 唐方四围看下 确定没有人发觉 就连望关门 有点紧张地说 有没有惊动其他人 黄仙桥得意地说 你觉得这间难屋里面 有人能够给上我王大祖宗的身手吗 放心 那三个女人已经被我搞到精疲力尽 睡得还淡过一只猪 说完 伸个头向唐方床上装一下 灰索地笑着说 老祖你都不错 别说那么多废话 唐方转过头看下 已经睡淡了的花中一眼 这一阵 他们一路上爬山摄水 花中已经是疲憊不堪 就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不要惊动他 黄仙桥压低一声说 公司每个月初一十五 晚上十二点都要滴血一次供养鬼童 今晚刚好是十五月圆之夜 我们等一会儿就有好戏看了 唐益到时候你要睁大双眼 看下你那个烂鬼师傅的真面目 不过过程可能有些血腥 你会不会顶不住 唐益拍下心口说 不怕 唐益虽然年纪小小 但是也算是出生一个不多出名的港师世家 对于因物自然就不会太过惊 他在青塔当中的表现 唐方亲眼见过 黄仙桥咬嘴唇 继续说 养鬼之道 知需害人不浅 其实就是因为养鬼童的方式 在白衣公当中 大多数是取自 枉死冤死的小鬼 这种小鬼 因为不能够往生 所以自身的泪气就非常深重 白衣公 其实用的方法是磨 用香火供养 磨了小鬼身上的泪气 让他慢慢感化 而当白衣公 感觉时日无多的时候 就会放了一只小鬼 导过去往生 这样其实是值得之举 但是这样养出来的鬼童 凌厉低尾 也就是能够帮手掃地 做下家务 就好像什么搬运鬼 乙步鬼 任菜鬼 露水鬼 观木精等等这些 都是属于白衣公的鬼童 这些鬼童 留下无用气之可惜 起不到几大作用 但是如果这个白衣公的法力够高 再加多些运气的话 那只鬼童忽然变异了 并且能够避过天劫 这样就可以静化成为柳凌郎 到时候就发达了 柳凌郎真是好东西 不单只拥有自己的真身 而且可以有先觉先知之能 当白衣公面临不可抗拒的大劫的时候 柳凌郎甚至能够帮助他避过一劫 不过柳凌郎这家东西就太稀有了 我认得的白衣公里面 没有谁养出来的 不过白衣公大多数都是心底善良的人 他们养鬼的目的 不是真是为了私心 而是普道众生 我皇先叫平生最看不起 就是龙虎山那群虚矮的道士 但是对着白衣公也都不得不佩服 他们真是算得上世间少有的人物 但是世间险恶 无理不起早 现在世上 谁又愿意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白衣公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